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神二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十二集 我是310 那在上一集里头呢 我们是在命运神殿 命运宫殿里头完成了一系列的试炼 这个有不少难点战斗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段依然是在命运宫殿里头 完成下半段的这个试炼 上次那个凤凰是张开了一半的翅膀 那上集有同学说这个好多战斗的难点看不出来 为什么310老说这也是难点那也是难点 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玩过以后自行体会了 这边在这说也没多大意义 那么这边一上来呢 就有这样一个命运女神的雕像 这个就是用来时间变慢的 这个好久没见了 那这个东西得推到这个走廊尽头的这个门这儿才能用 好这边看到又有一个翻译官 这家伙是个地中海 哦他说斯巴达之魂 果然有预言就知道你回来的 我不会让你找到命运女神的 然后就跳下去 而且是非常奇葩的这个背身 这个背身跳跃 姿势优美 不知道他为什么对这个魁爷有这么强的怨念 反正都是死 死之前为魁爷服务一下 不好吗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那个墙上那个画 它是带有这个水波纹的 这个东西呢就是可以回到过去 走过那个门呢就可以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时间变慢 时间变慢以后呢先不着急去找那个翻译官 往前走走到这个走廊刚才那个地方呢就可以找到这个盖亚宝箱 盖亚宝箱这是找到第二个了 第一个是在野蛮人那个 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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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哎呀走慢了 是在那个野蛮人头目那个地方 大家应该记得里头是红昏 那么这个第二个盖亚宝箱呢就是 绿魂那这个绿魂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血槽涨到最高值 好然后拿了那个宝箱以后再回来抓住这只 翻译官再让他翻译 他说铸造我们命运的女神啊 又有一个人要来改变她的命运了 这个时候他不老是呢还是要砸 作为为了证明他具有相应的资格 不奎托斯这回带来世界末日的 你赶紧住手吧 这就是你的命运是吧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你就是干这个 我愿意献出我的鲜血来照亮道路 好那念完这些呢就还是把它砸死 好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正前方的这个凤凰 这个命运神殿是完全张开了 同时获得一个银杯 这种随便玩着玩着就莫名其妙拿一个银杯 这个战神是奖杯神座 不解释 那个凤凰的造型设置也非常失败 感觉像某种大型的什么鸡之类的东西 反正没有那种百鸟之王的感觉 好这个时候拉克西斯又来骗这个 搞费又来骗骗仇了 Kratos 就像这个凤凰的涅槃重生呢 你也需要这个第二次机会进行重生 找到那个灰烬 你就可以这个找到去命运神殿的道路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去找那个 呃凤凰的这个灰烬骨灰嘛是 然后这个拉克西斯他完全没有说这个露点的事情 奎耶这边也非常愤怒 你不是说好了吗 我这完成两个试炼了 你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把这个门上那个骷髅给拿下来 这边开了门 这又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喷气的热气的机关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要到天花板上去 但是这个热气还太小飞不飞不到这么高 这个时候你可以转这个摇瓣 让这个蒸气打开一点 然后飞到中间这个开关这儿 当然你不去这样做 用这个鞋道跳的话也是可以跳上去 所以大家都演示一下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当然推一下这个机关也费不了多大劲 好拉下这个机关以后 这个热气就可以看到变得非常 非常非常大 比刚才大了不少 这个时候再来转开这个摇瓣 把这个口子完全打开 就可以乘着热气飞上去了 这个机关就感觉和三代那个也挺像 就是让这个火烧的猛一点 然后你就可以飞的高一点 然后荡过来这个地方有一个 藏的略猥琐的一个宝箱 视角上是看不到 但是那个地方你要是下去的话 就可以拿到这个宝箱 拿到宝箱以后自己去前进 到了这个地方呢 就阿姨直接跳下来 然后转一下这个摇瓣 又可以回到中间那个 那个叫什么好呢 上次过来也没有看这个地名 反正就是中间那个大广场 好这里飞的话距离有点远 所以说要控制好 这掉下去摔死 好这儿的话出现 会四只这个巨人 这个巨人的话 推荐大家还是用石化光线 这个石化光线 如果这个两个巨人 站在一块呢 你是可以这个 L2加三角 一发直接把两个都石化 但是我这边 试来试去 这个走位都 不认顺理那就算 反正这个蓝魂也不缺 就全部石化掉好了 这边小英被他们砸 步调一致 这个距离还是太远 没有石化到 那算了 所以说如果说对的准的话 两次石化就可以干掉四个 这个四次石化就稍稍有点浪费 但是不要紧 开了门以后呢 这个又会有蓝魂宝箱补给 当然你要是玩的太大难度 就得当心点了 尽量这个一次石化两个 不要浪费到太多蓝魂 因为这个蓝魂宝箱 是不能把你这个蓝魂补满的 好然后到了这个地方 就要按一下A出发机关以后 连点圈 把这个平台给降下去 这个时候呢 顶上这个针刺机关会启动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个现实的 这个时候呢 同时还有这个骷髅干扰 这个非常讨厌 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无敌的石化光线 像这种骷髅 它经常会把这个齿轮给卡住 非常贱 你得先把它打开 然后才能石化 它这个抱着那个齿轮的时候 好像是不能石化 这个时候这个钉呢 上面这个有钉的天花板呢 它降下来的速度也是 会这个随着离这个平台越近呢 它就会越慢 也就是给你一点反应时间 也不会那么难 这些东西也不用换锤子了 直接这个链刃两下方块就可以打碎的 这一段的话还是推荐大家用石化果 那家伙又去卡这个齿轮了 非常贱 好 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大家这个玩的时候不要慌就是了 特别是中间抓这个 抓这个大柱子的时候 阿姨要对准一点 不出现失误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好最后那两个石化就不用去砍掉了 直接把门开开就行 然后出门以后先别往前走 右边这边死角视觉 这个死角上有两个红魂宝箱 好那么开掉以后前面还有一个绿魂宝箱 可以补给一下 其实刚才应该绿魂也少的不多 接下来就会有一些东西 低机杂兵会慢慢爬绳子过来 这个时候你可以爬过去 但是你爬过去 右边就会刷这个弓箭手 所以说可以稍微等一下 等他们过来以后 我把他们石化摔碎 还可以奖励额外的15点这个 红魂 那只剩一个的时候就可以安心过去了 远距离用这个三角形把猎人把它干掉 然后这边刷弓箭手就赶紧下来 跳的时候小心别跳歪了 跳到中间这个平台这儿呢 然后扒着这个盐慢慢过去 哎呦 这时间没算准 还是用抓头剂 这里出现一些美杜莎 美杜莎是这个卧底 有这个美杜莎以后这个战斗就非常简单了 换锤子 哎呦 这边差一点差一点 这边好像会刷这个四个还是六个美杜莎 应该不止四个 好这还有一个 抓他然后他就会固定肯定会出这个石化光线 然后反弹 按队QT就是范围石化 好那边这边这个敌人解决掉以后呢 就可以跳到左边这个墙壁上面 然后80天花板过去 这边前面也会刷敌人 但是不着急先去解决他们 咱们到左边这个四角里头 又有一个红纹宝箱 这一关那个好多红纹宝箱都藏得非常阴险 这个红红宝箱拿掉以后呢 差不多这些敌人也爬到面前了 就用这个三角形抓就行了 当然牛圆圈这个抓头的话 红昏会多一点 好这边的话这些弓箭手要趁他们射箭之前把他们抓抓了 要不然会比较麻烦 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可以抓 好这边人清干净以后 正前方是有这样一个石头的墙壁 用这个蹄蜂之灾可以射碎 大概是六件好像 我这个蹄蜂之灾一直没有升级 差不多六件就可以打碎 打碎以后里面又是个盖亚宝箱补蓝魂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把蓝魂给回满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把这边这个盖亚宝箱开了以后 这个蓝魂它会一直出 然后它会把你这个蓝魂调补满 这个时候你是不能动的 所以说你还是之前把蓝魂箱子开掉 然后先把蓝魂补满了 再到这来开这个 稍微节约一点时间 那这样最后的盖亚宝箱也就找到了 好这个时候把蓝魂宝箱开掉 不着急走 刚才拿到一个金杯 不着急走呢 把右边这个墙壁给打碎 里头有一个机关 把这个机关搬一下 前面这个地方的这个转动的石柱 它上面那些刺就会收回去 这样这个地方通过的时候就会难度低一点 而且可以往右飞 往右飞可以拿到一个蓝魂宝箱 你要是不把那些刺收进去 你走到刚才那个地方是只能往左飞的 因为你不能冲着那个刺飞 你得顺着它的这个方向 刚才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是 那个凤凰的灰烬骨灰骨灰坛 这儿的话人先不着急杀聚一聚 然后石化一起杀 刚才那个盖亚宝箱右边那个机关实在太握手了 呵呵 藏得太阴险了 这个一般不看攻略 自己试出来几乎不可能 我这个应该也是之前看了谁的视频 可能是谷歌还是谁的 知道啊 自己玩的时候从来没试过 这么阴险的机关 找到那盖亚宝箱已经挺不容易了 好 这边的话把这个刺打开以后 先不着急开这个左边的门 稍微等个几秒 然后再去开 这样的话那些刷出来的兵呢 在你回来的时候就会被这个刺给 直接秒杀 当然你也不要玩拖了 走太慢的话你自己也会被秒杀 好 这边第二次掰这个机关呢 就是时间变慢 然后去开两个洪魂箱的 第一次是 调查一下这个机关拿到蓝宝石 同时把左边墙给砸开 那第二次是开洪魂宝箱两个 然后第三次呢 就掰中间那个机关 也不用掰到头 转半个圈 然后再过来时间变慢 然后跳过去 这样就通过这个机关了 这个地方玩的不好 还是会死人的 因为那个刺是秒杀 大家要小心一点 好 来到走廊这个地方 右边跳上去 然后借力跳一下 到左边 这儿有三个洪魂箱子 直接可以看到 但是可能有些同学 不知道怎么上去 少在右边这个 边沿上扒一下 才能上得来 当然你用斜道高跳 好像也是可以上来的 三个箱子开掉 开掉以后再往前走呢 就是这个喷火的神殿 右边这个雕像 可以砸碎 但是左边这个雕像呢 是要他 拿他来这个 解机关用的 好 来到这儿呢 主要还是用这个石化光线 尽量升到三级 这样石化效率高一点 这样我们三个 盖亚宝箱都开掉 绿魂蓝魂都到上限 这些敌人都不怕火呢 为什么我上去就会烫呢 好 这些这个带刀的杂兵呢 这个武器大师 这个东西 它是你这个实际上 推到某一位置 它才会刷出来的 而这个鸟呢 它是会一直刷一直刷 大概 好像也不是无限刷吧 那有敌人的情况下呢 你还是 不要推那个 石像 还是先实化一下 这时候右边有一扇门 可以开 但是不着急开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 石像先推到前面 这个地方把它掐住 然后把它移到最右边 这样的话 就会把这个火给挡住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 安心过来开这个 开这个铁门 当然这个鸟还是要实化一下 确保万无一失 好 这个门里头是两个鸿鸿宝像 那相应的呢 左边前方也有这样一个门 像这种情况的话 还是把它 推到这个左边卡住 这个开始 刚才那个开始 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掉红魂了 这个鸟也不是无限刷了 已经不掉红魂了 只会有那些15点的这个石滑奖励 这个时候把它推到中间 中间过来呢 先过来开一下这个机关 开了机关就可以把前面那个石坎儿给它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我们也不着急前进 再把这个东西放到左边来挡一下这个火焰过来开这边这个门 好 这边看到那个鸟好像已经不刷了 不知道太太难度下是不是无限出的 好 这边这个蓝魂宝箱 来的正是时候 刚好这个蓝魂快用完了 当然用完的话 前面刚才这个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一蓝一绿两个箱也可以回去补给 但是回去之前记得把这个石像给它卡住 要不然你那边补完了回来 发现这边这个石像被推到最后 那就悲剧了 把这个石像压上这个机关 这个时候先稳一稳 把它往前稍微推一点 然后再到左边 左边压住右边踩入 尽量是这样 不要这个压右边踩左边 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 这个骨灰一把它推下去 你是可以跳回来的 绿魂宝箱开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火也停了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左边那个石像 刚才没有顶住 被推到太后面的话 你这个门就会关住 然后你就回不来了 所以说我刚才刻意这个最后一轮 还是顶了一下 你看现在这个石像还是压着这个机关 你要是刚才没有顶的话 被这个火推两次 这个石像就被推离这个机关 然后你那个闸门就会放下 你就回不来了 这样的话像刚才回去 还可以去补一下什么魂 开一下宝箱之类的 但是刚才那两个门 你要像不想在之前开掉的话 你也可以在之后开掉 好 调查一下这个书呢 让它升下降下去 然后把这个骨灰坛 放在那个位置上 往前走就会刷敌人 这个时候的敌人怎么解决呢 右边这个牛 两锤是刚好可以出这个QT的 但是我这边第二锤没砸准 所以就稍微延误一下战机 这边这等两只牛都刷出来了 全兵实化 然后二加圆圈 然后剩下这些骷髅嘛 就锤子砸一下就行 好 那么这场战斗难度也不大 讨厌家伙 老子会复活 但是用锤子砸就没问题了 你用猎人打 打碎他又复活什么的 讨厌 好 拉下这边这个机关呢 上面就会有一个机械臂 非常高科技 这个机械臂把这个骨灰坛给放下去 这个时候呢 传说中的凤凰涅槃啊 各种高科技的机关 好 这个时候 中间这个广场的 这个闸门就会打开 然后这个凤凰就会钻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 他还脱离不了这个火焰 感觉像是被束缚住一样 好 同时提示了我们接下来要往哪走 那么这边呢 右边这个存档点 大家可以飞过去存下档 然后 这个地方啊 先不要着急上去 你先到下面这个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宝箱 之前来你也可以开掉 因为之前没有这个蒸汽 不会这个飞上去 现在有了蒸汽就很容易 这个直接飞到二楼 把这个一楼的宝箱先开掉 开掉要再上来 这边会刷几个低级杂兵 你可以想怎么打怎么打 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圆圈抓住以后 方块扔进去 好 这时候看一下红温挺多了 可以把这个主武器 雅典娜指阵可以升到五级升满 好 五级升满的话 多了一些招式 比如说这个方块按住 然后会往前冲 像这样冲过去的时候 如果按三角呢 就是挑空技 如果是冲的过程当中 按方块就是尖撞 然后四级还有一招是翻滚当中 按三角 Kratos会放这样一个 这个正波 这个其实不太好 我觉得 有时候翻滚的时候 翻滚完了 我想出招了 结果他就出这么一个正波 然后五级的雅典娜指阵的话 多了这个L1加三角的 这样一个技能 是重杂技以后 有机会给大家演示 还有空中的L1加三角也是 向下翻滚的这样一个重杂 那两边这个两个红红宝箱 不要忘记开开完以后再上去 然后五级的雅典娜指阵 还有一个招就是在这个 这边波瑞阿斯的雕像 这给他塞一颗这个宝石 这个门就开了 同时这个号角就升到二层去了 雅典娜指阵还有一个招是 就是在这个爆气当中 泰坦之怒爆气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连击术按住方块 他会这个不断的转这个刀刃 然后连击数如果高的话 当然这个泰坦之怒当中 你也可以放这个科朗诺之怒 那个连击数占的非常 转的非常快 这边两个宝箱想一下也是算 存档点也无失 那个连击数高了以后 然后你在这个爆气状态下按下 L1会放出一个像龙卷锋一样 这样的一个招式 他会把这个连击数越高 他转的时间就越长 这个龙卷锋的攻击力还是挺高的 那么这边刚才吹一下那个号角 就可以把这个凤凰 让他挣脱这个火焰的束缚 然后就飞到远处这个平台上 他就会停在那 同时还获得一个奖杯 这个刚才又是一个银杯 之前那个好像还拿到一个银杯 凤凰这个翅膀完全张开了 那个凤凰神殿 命运神殿 拿到一个银杯 然后找到三个盖亚宝箱 又拿到一个金杯 这个奖杯神座 再次充身 大家一定要玩啊 有PS3同学一定要玩 这个地方 上到左边这个高台 其实是要通过右边这个平台 跳两次 然后再跳到这边上来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斜到高跳 直接上来也是OK 但有时候这边如果斜到高跳 会没有这个贴图 没有刷出来是要印一下 好这样又来到一个这个机关房间 这边可以先把这边的这个盆栽 室内盆栽破坏一下 转一些红痕 好把这的机关先拉一下 拉一下的话 这边这个墙壁就可以爬上去 这个时候我们要先爬到天花板上 爬到天花板上呢 把这边这个锁链给打断 这样这个门就会降下去 降下去可以第一个是露出一个红红宝箱的 第二个这个门呢 里头就是咱们过关要用的这个施柱 好把它拖出来以后呢 一脚踹到房间尽头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机关拉一下 把刚才那个平台再降回来 好这个时候会刷敌 那这些这些敌人的话是圆圈可以直接解决掉的 如果你不用圆圈解决的话 他反而会留下他半截身体 让他会跑回来找你刺爆 那样是比较危险 你看就是现在 赶紧躲开 那个好像也死了 这边一共会刷四个 两个两个 中间有个柱子卡在那儿 有时候会判定有点奇怪 抓不到 那这边把这个柱子呢 推到我刚才所示的这个位子 尽量往里头靠一点 虽然是半截在里头 半截在外头嘛 但实际上是大半截在这个平台里头 只录一个个小半截在这个平台外头 这样推上去的时候就会把这个地板给卡住 这时候我们再把它移开 然后利用它踩着这个石柱呢 到上面去把这个锁链给打断 这样就可以开启接下来的地方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刚才那个地方那个锁链 是不是可以用斜刀高跳上来把它打断 好这儿转一下机关呢 右边那两个石柱就会降下去 然后再跑到这儿来转机关各种转 好这个时候正前方呢 是出去的这个出口 但是不着急往前走 先把这个出口转到右边 右边是有红纹宝箱 这关隐藏宝箱也挺多啊 又说这关了 这段视频 战神它不存在关卡这一说 左边这个地方刚才是可以出去 但是刚才那个绿纹宝箱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之前都可以开的 所以说的意思 直接这个往前走就行了 这儿呢 这个黑影当中有一个人 咱们就进去跟他直接扛 爆气 吹箭爆气 然后用锤子砸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还打出一个石化光线 应该是误操作 刚才那个说句台词 他说我已经 这么大老远过来 我是不能再失败了 这一路过来 好这个时候把他打下去呢 发现 怎么是你 是这个奎叶的副官 我的主人 我跟你说去回斯巴塔 你为什么不去保护斯巴塔臣呢 这个副官说斯巴塔已经不在了 已经没有了 奎叶说怎么回事 咒斯干的 咒斯又是悄悄的 随风浅入夜 喜欢天黑好干事 又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咒斯又巨大化 然后跑过来把这个斯巴塔臣给毁了 这个子民哭着祈求他们的神来照来来保护他们 但是你没有出现 像这种自己出了事自己错误不去追究 一上来先把责任推到领导头上 这种这种人下餐下场大家懂的 千万不要学 好 咒斯 咒斯也是和当年这个Iris一样 和当年Kratos一样 变成巨大化 然后在城里头肆虐 可惜他这个拆楼的这个魔法不够强力 不是骗伤 爆炸效果不好 这个时候要是有个阿特拉斯大地震多好 直接放两个就走人了 效率很高 咒斯之怒最垃圾的魔法 即便是在咒斯手上也非常废的 他说我别有选择 我只能来找这个命运女神帮忙 来改变我们斯巴达人的命运 命运女神也非常贱的安排他们互相搏斗什么的 现在你是我们唯一仅存的希望了 我对你有信心 我们这个斯巴达兄弟呢 在你的道带领下一定会获得永生的 然后说完就咽气了 这时候Kratos非常愤怒 说咒斯这就是你这个懦夫 你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跟我对抗吗 我已经听够你的谎言了 你有种就下来跟我单挑啊 这个时候后面出来这样一个害怪 Kraken 大章鱼 对神的这个谎言已经变烦了 这个时候呢 你不管右边那四个剑 不管你按什么 奎爷就是就是骂街 只能骂街 这场战斗是必败的 然后骂一会儿呢 你就会被这个章鱼给卷进去 这个时候奎爷就会陷入昏迷状态 然后就进入幻境 好醒过来的时候呢 发现自己身处这个 被宙斯毁掉的斯巴达城 然后这个斯巴达城好像长得跟 一开始游戏开始那个城 还有之前毁掉那个雅典城都差不多 这个时候呢 Kratos看到他老婆向他走过来 当然这是盖亚假扮的 奎爷说我真是非常抱歉 你能够原谅我吗 这时候盖亚说话 你还没有失去一切 你必须继续前进 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候 奎爷说我打不过神了 已经失去信心了 盖亚说 圣灵女神的千平已经向你这边倾斜了 但是你必须抓住这个命运 并且控制她 前方这场战斗需要你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那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就是宙斯的死 你要是现在放弃的话 只要宙斯知道你还活着 他就不会放过你 他会一直折磨你 当你死的时候呢 他的哥哥哈迪斯也会继续折磨你的灵魂 你现在是没有选择 除非你干掉他 你带上这把曾经烧死你族人的这把火 让他让你的这个愤怒爆发出来 想着命运的道路继续前景 现在是该我们行动的时候了 这场战斗只不过是接下来那场大战的前兆 好 好 这时候盔头是醒过来了 好 这边提示这个暴气槽 这个泰坦 泰坦之怒有可以用的 所以说刚才那场战斗 反正这边会毁满 所以说刚才那场战斗 就直接暴气跟那个复官对抗就行了 好 那么这场战斗这边呢 就是打法就是先用锤子 把这个章鱼的 他的这个触手给他打的提起来一点 然后把下面这个机关给他露出来 然后利用这个复官的尸体过来压一下这个机关 好可怜的复官 然后这边这个中间这个热气就会放开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飞过去 飞到他头上 这个时候你在地面上伤不了他 除非你用弓箭模板 要不然伤不了他 你的空中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推荐用L1加圆圈 连击数非常高 打一会就可以出这个硬直 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个爪子插在地上 你就爬上去 然后把这个爪子的关节处给他打断 然后用圆圈 就来一招这个 这个叫什么好 环切 给他来一招环切 然后他就断了 好 那这边环切掉一根 还有另外一个 左边这个触手继续打打断 然后 吐口水 不要去引他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尸体再压一下 还是顾忌充施 然后一加圆圈 一般来说一到两轮就可以出这个硬直了 所以说之前也把这个刀给主武器给升到顶级 也是为了这个攻击力 第二次的话 它是升到这儿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跳上去 但是判定有点奇怪 有时候跳不上去 我这边录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没有跳上去 但是没有跳上去不要紧 第二次再把它打一会儿 又会出这个硬直 这个boss比较废的应该来说 那说一下这个boss背景 这个叫Kraken的怪物 是在北欧神话当中的一个海怪 是在挪威那边那个海域那儿 这个海怪相传非常大 它升起来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座岛 然后它沉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漩涡 然后这个海员出海的时候就非常怕这个海怪 这个海怪 这个Kraken在很多这个作品里头都会出现 比如说像电影作品里的 就有这个泰坦之怒 泰坦之战 那个电影 当然这个泰坦之战 神穿越 这个大章鱼 在希腊神话当中是没有的 这是北欧神话各种穿越 希腊神话 那个海怪好像叫塞特斯 不叫这个名字 不叫这个Kraken 也就是那个普尔修斯干掉它 然后把这个安德罗莫达救下来 那个海怪 不是这个Kraken 那战斗结束 进入到最后这个阶段 就直接爆气 砸 把他这两个触手都砸下来 然后开一下中间那个机关就行了 其他电影里头像那个 加勒比海盗2里头也有这个大章鱼 非常多件的 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海怪 非常比较著名的大怪物 也是属于那种没有人见过 因为见过他人都死的那种系列的怪物 然后在那个游戏里头 比如说古墓丽影地下世界里头 也有这个大章鱼登场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动漫里头的话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圣斗士星史啊 那个海皇 海皇片里头有一个海将军 就是这个叫Kraken 艾萨克 Kraken艾萨克 是冰河的好机友 那个家伙的名字也是取材于这个怪物 好 那么刚才这个怪物呢也是死得非常惨 走的时候还被这个搭桥了 那过来先开两个鸿鸿宝箱 然后骑上这个凤凰有一系列QT 然后其实这个凤凰咱们就可以飞向 最终的这个命运神殿了 好接下来这段音乐非常精彩 好接下来这段音乐非常精彩 战神的很多音乐啊都是贯穿三代的非常精彩的音乐 每代只是变奏一下又拿过来用 比如说刚才那首就是一代三代二代一二三 都有 那么这边存下档呢 这次节目呢就到这儿了 下一集再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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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